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Minder 这两天台日韩陆续更新 台日版本号也直接拉齐 部分更新项目也涵盖到了最新的韩版更新 例如狩猎时会自动释放第二页的技能 不过比较台日官方在更新页面上的讯息 很明显就知道谁正在放推了 毕竟台版的代理就是那样 也没啥好题的 一不小心他们玻璃心碎可能还会反告你一波 韩版至上次放完二转大招后 后续两个版本明显后继无力 因为没有太多表现亮眼的项目 所以也就没特别做影片分享的必要 而且退坑的玩家也明显越来越多了 在此感谢还愿意点进影片 并坚持到现在的观众们 其实不难发现原厂陷入了开发瓶颈 去年连像样的圣诞节活动都没有 让人担忧是否要放推这个专案了呢? 毕竟主系统被写死 走不出死胡同 也不可能学FF14回炉再造 也许会继续这样没诚意的割韭菜吧 课金无极限战力无上限 超能力就是你的战斗力 全新的神话装备哈迪斯 萊银圣灵 让各位神装大佬 不再只是口头上的称呼 和玩家等级200后 自由层的NPC会提供相关任务 我们需要准备的制作敌装 加25的卡欧斯或者艾雷系列 官方宣称未来也会下方到 其他的T4跟T5装备上 而底装的属性在制作后 也会转移到神装上 在12月公布的初始要席中 底装是需要改良两次 但这次的版本续情中并未著名 虽然对强化到加25的玩家 应该也不可能不进行二改就是 而其他制作材料方面 还需要大量的黑曜石 深渊魔水晶 哈迪斯的灵魂石 跟游戏币 黑曜石目前不确定 跟工会徽章可以兑换的是否相同 但说明中的取得来源 并未包含工会兑换 暂时就先列为同名不同项目 获取的来源大致为 莫拉塔区跟巴尔拉帕尔的巢穴中的每日任务 突袭 单人副本 多人副本 米尔坎塔 莫拉塔地区的BOSS击杀 最新地图的任务 包含BOSS以及精英击杀 都有几率获取 哈迪斯的灵魂石 可以透过黑色碎片 以及橘色月光石合成 持续上有表示 可以透过新的单人副本 以及打怪获取 神装目前可以强化至加25 但使用的强化券 跟现有的是不同的 毕竟是神装嘛 怎么可能用平凡之物 除了黑曜石以外 还需要神装专用的强化券 强化至加10后 还可以透过消耗材料 随机增加1到3条属性 未来如果转换装备类型的话 也可以一并继承过去 而目前 神化装备 是无法将力型改良的 但我相信 只要涉及营收利益 最终还是会开放给 追求极限的神客掌们 总之各位客掌们 想成神 就换上神装 那一般玩家 就别想太多 乖乖当凡人 看神仙打架就好 新增地图 这次除了一般挂网地图外 还新增了组城镇 不过这组城 跟日本的河掌村 大概有8.7%像 还有那个漩涡平原 是不是从撒哈拉之眼 得来的灵感 新的单人副本 总之 就是给客掌新挑战就对了 新的山尊雕像 材料制作方面 除了新材料以外 都可以先准备起来 强度方面 算差强人意吧 不得不说 基本属性的增幅 是否该调整 现在即使加个100 提升也只是微乎其微 新的造型服饰 象征性的虎年造型 台版本次有一同更新 可以靠每日领券来兑换 韩版则是需要800红�蝶来兑换一套 日版则没有 另外还有更多蝴蝶造型制作 以及鲦鱼烧造型 不得不配捕韩古人的脑洞啊 失误的鲦鱼烧 其他改善 部分装备加20以后的强化机率调整 不过机率都仅供参考 千小的玩家 会不会是2.3%的受害者 狩猎时会自动释放第二页的技能 本来才要念一下为何不改善 结果在这次全版本都更新了 其实甚至可以把部分的技能 其实甚至可以把部分的技能 合并或者做成被动就好 让主动技能 可以更有效的发挥 因此更有效的发挥 因为这游戏没有所谓的技能数 并没有低等技能或者高等技能的问题 全部技能都可以让玩家使用 也不会让辛苦制作的美术动作 被白白浪费了 巴尔拉帕尔的巢穴奖励调整 增加怪物本身 跟提供完成任务后的经验奖励 迷而砍打扩增到250成 可以获取黑曜石 跟其他奖励 虽然跟我无关就是 我帮改善 强化移动 减东西的速度跟范围等 是个无关极要的调整 删除多余动作 例如喝水 吃食物 升级或制作成功等 每次想要用传送 被喝水动作卡住的设定真的很蠢 能理解原厂在某些方面的细节追求 但有些实在是不符合游玩体验 或者硬要搞那么多的性向分类 跟材料种类 我也是看不懂 将旧地图中 会给予玩家的负面效果移除 移除工会寿命场中的地下墓穴 原因很简单 就是原厂制造效果不好 但也不想去改善 干脆就直接砍掉了 其他不重要的就不多提了 再来讲讲去年发布的2022年的Q1更新进化 1月就是本次的更新内容 2月 预计强化伙伴系统 看说明是增加一些互动内容 也许是增加一些小游戏副本之类 通关后可以获得奖励 3月 强化生活内容 像是钓鱼制作等 将增加二转进阶内容 然后就没了 结果也就是 我们会持续听取玩家意见改善之类的屁话 毫不意外的就被韩国玩家演上了 None XL 12月既没有显著的更新跟活动外 甚至最为诟病的职业相关平衡也没有 不续改善游玩体验 只剩下无止境的新进图跟课金内容 上半年的更新项目毫无诚意 被喷真的不意外 从现在韩版讨论热度的状况 能不能再撑一年真的很令人担忧 不过这几天因为卡登陆连线的问题 反倒多出不少讨论 常说这个游戏深度不够 很多都想沾一点 但真的都只沾一点 从前期的游戏体验中可以感受出来 制作人试图想加入其他游戏中的玩法跟世界观 但后期不知道是被母公司带坏 或者失去开发能力了 越到后期就只剩下几牙膏的贫乏更新 遥想当年的天堂之父靠天堂自负 却在自负之后再也没有新的创举 市面上很多游戏都会透过每次的更新跟活动 用来增加难度跟游戏内容 借此引导玩家课金达到营收获利 但通常这些推出的内容 不会有玩家体验不到的问题 有玩过其他游戏的观众 应该能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 不过在这款游戏中却不是这样 尤其中后期的地图 工会站 单人不稳等 基本上就是没有超能力 就完全别想碰 用暗黑来举例 即使初期你穿一套烂装 还是可以冲到地狱去打巴尔 只是打得慢跟快的差别 又或者原神来说 即使低练度的队伍 一样可以慢慢平推打怪 或者享受游戏剧群 但这款游戏后续的更新项目 都跟课金度不够的玩家没半毛关系 即使你可能再玩个半年 你还是得在旧地图跟副文挂机杀怪 练等搞得很困难 再默默给玩家一堆经验提升的方式 这波操作我也是不明白 想要体验吗? 请课金 演员不足吗?麻烦 课更多的金 动物的玩家会自行退坑 或者转成佛系玩家 能坚持课下去的 不是被套牢 就是真心热爱这款游戏 最后很多玩家都会疑惑 该转什么职业好 老实说这毕竟是课金游戏 并非买断制的单人游戏 选择跟技术都没有太多关系 最终还是取决于你的超能力 这边还是给一个韩版单人决斗场的排名状况 各位可以作为参考 不过一代版本一代神 尤其这款游戏的平衡极烂 而且每次都有修不完的BUG 真的不用太执着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掰掰